第十五集 薩那間找到我們的領隊 真的很開心,我多怕他們遺失我 薩那間來到十七號集口 來到集口,遇到一些團友 這團友有多少人呢? 十七個 剛才那位團友跟我說 他說很開心和你一起玩 是的,確實是一種緣分 我更加開心 這麼多人陪我玩 我跟這團友 又跟領隊吹了一陣子 這次導遊領隊 都是一個人 日本團 多數都是一個人 所以就完成了 這位亂隊是 來了香港很久的日本人 廣東話說得很好 比我猩猩還好 講一講 電話卡 不用說,都是鴨記最強 這次在鴨記買了三張 那我自己的習慣 都是帶多一部手提電話去 然後再進一張卡 不要慘了一點 因為出去外地玩 現在始終通訊是最重要的 還有 現在 你一下機 你立刻上到網 是很重要的 至於 需要帶來的針卡 針紙 看看你本身 有沒有打成三針 或者有沒有什麼 都建議你帶來的 正本針紙 如果你有一張 上到網的 電話卡 這樣 其實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擔心的 那你就帶來 或者有些你真的 去到日本機場 那你張卡 或者未必上到網 這樣 你都是要出示 你那個 正本的針紙 因為他拍照 他是不行的 那 都是那句 那 有心開放旅遊業 那 不需要太過 什麼 相反地 我們出去玩 我們最怕什麼 最怕是怕你怕 好 上機出發 每次走這條登機橋 都相當自然 上機一閃的景況 哇 好多人 今天很高興 坐機頭的第三行 簡直可以看到駕駛室 那我們現在坐這個 什麼機 A320 A320 都是 有些逃生守則 坐飛機前 都是要看一看的 根旅行團有樣好 就是我 領隊 領隊是相當之貼身的 雖然我們在網上登記了 但是他都說 填一份入境須之以備不時之需 基本上都是拿個保險來的 飛機 大約11點鐘 準時在香港赤立的機場起飛 好開心 還沒下飛機 還有飛機餐 挺有誠意的 還有一個盒子 已經說了 減便飛機餐 怎麼減便呢 熱狗 啊 真是 開心的時刻 啊 那我就先吃一吃吧 然後鴨幾張卡已經啟動了 立刻按就立刻用得了 那步出機場一剎那 真的相當之開心 那氣溫也是相當之好的 不冷 那至於整個過關流程 就去到外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要先感受一下 剛剛過了第一層 就是要你展示那個 這個藍色的QR Code 那是不是需要 上網那個 又不需要的 那我也是給CATTO看 他不停地看一看 那便會出來 過關了嗎 是沒有過關的 但是看到這些 那些日本航空公司 又很開心 好 記得我第一次來日本 90年代 坐哪間航空公司 全日空 好記得 好記得 終於都過關出到來 那整體的手續 差不多用了45分鐘 我算快的了 因為很多人排到過關 只有4個檔 還有你要確保你的手機 都是要上賭網 全程都是要顯示那個 黃色的QR Code 藍色的QR Code 然後就跟隨他的步驟 慢慢出來 你說至於這個機場 是不是有很多人呢 那的確 他的旅遊氣氛 他又不是說 十分熱烈的 看他過關就知道 和泰國機場 根本就完全是兩個世界 但是再次過來 日本都是相當之開心的 因為為什麼 找我偶像 直樹母子 那至於日圓 那我就在香港唱的 那我也不太知道 兌換價是多少 那我就唱了 五萬日圓 那跟兩團過來玩 那我自己就覺得 差不多 那是一天就自由活動 還有今晚的餐 就不包的 那現在我們就 慢慢等完那些團友先 好 等著團友之仔 一出來機場已經很開心 又如何 看到高達 還有看到很多 一些日本學生 他們出國 全部西裝打胎 真的很整齊 那自從零加三之後 每個人都說 嘩 炸嵌日本 炸嵌日本 其實你過來日本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多人 相反 聰明的那些 就去泰國 你看看泰國那些機場 多昌盛繁明才行 那這次過來日本 會有什麼景點 今天就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景點 走商場 吃東西 跟著回酒店 來到日本 每個人都說 喪食呀 喪玩呀 什麼什麼什麼 又有些提示給大家 就是 無論你腸胃有多好都好 你都不要去日本 第一餐 你就去吃生東西 都是那句 一方水土 養一方油 我有一些日本朋友 經常說了一個日本笑話 給我聽 他在香港 住了很多年 那樣 突然之間 又回到日本 一下機 帶香港朋友去吃魚生 誰知道 第一個 就是他自己 你說好笑嗎 不要笑 雖然是日本人 但是在香港 住了十幾年 適應了香港的水土 今次第一晚酒店 都是在機場附近 一般機場的酒店 一般機場的酒店 期望不要太高 你打算一進房間 就上床那一隻 你說日本自由行 容易嗎 相對比韓國 是容易的 因為 你都看到 其實 日文當中 它包含很多漢字 所以相對而言 好像我的日文 即是 鎖鎖鎖鎖鎖鎖 鎖鎖鎖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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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外面是否很冷 又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冷 剛才導遊也提過 叫我們拿外套出來 始終太陽一下山 溫差會比較大 我也是會拿外套 現在我們先找這輛車 希望不要經常吹女生的車 希望坐大車 16人 環顧四周 只有一輛大車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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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過了 不排那輛 難道這輛車 真的要坐車頂啊 不是 前面還有一輛大車 這輛更大 45座超級大巴士 好開心 好開心 好大輛的車 碎十五座位 怎麼坐都可以 一上來 日本的大巴士 這麼多年都沒有變 只是夜總會 頑固第一次過來 講回跟團 自由行的那些 不要說 因為有時候跟朋友過來自由行 或者什麼 等同我 和朋友出去踩單車 香港所有的道路我都踩過 但是我不懂路 因為怎樣 一跟人 跟團 不一樣 放鬆心情 以前的旅遊巴 我記得那輛 後來那輛 好像四排座位 四個 中間又有一張桌子 可以坐底 操板 旅遊巴 坐上巴士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很想坐大車很久 好 剛剛開車 展開我們的行程 領隊剛剛說話 日本人來的 廣東話很好 好 第一個行程 去一下商場 然後回到酒店 都是在機場一帶 頑固 第一次過來都是跟團 跟建文匯社 很記得 玩多久 玩七天 所以我已經在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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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去日本玩 我們來日本 都是吃喝玩樂 但對我來說 玩樂比較多 看一看日本的風景 這次都是急不及待 過來 過來 想看看什麼 看看有沒有緣分 看看富士山 去一個叫做伊豆的地區 其實自己又看不看了很久了 想去伊豆這個地方 那 現在他們來日本 都是適合的 因為旅客又不是太多 去到到處的景點 你都是不需要北日 不用排隊 即使是要排隊 都是跟香港人排隊 因為說回剛才在機場 大家都看到 比想像中是冷靜很多 即是如果你開放旅遊 或者什麼 參謀泰國 你看人家是泰國 因為你有什麼防疫政策 你一入境 你有一點點東西 其實對我們 一定有一點點心理障礙 要填很多東西 要登記很多東西 你說多注重也好 反而我們更害怕 我去到泰國 我是完全不害怕 我去泰國回來 都不知道撞見了多少 那輛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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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其實我都不知道 還是在室內還是出道去 怎麼這麼黑 這麼快天黑 其實現在是日本的時間 5時45分 你看看 你看到 你看到 原來都黑了 這樣就 這樣就 麻煩找個商場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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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概是20分鐘的車程來到今天第一個景點 這個商場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場 剛剛的巴士走進來經過很多食店的 大部份的招牌香港也會有 外面也會有一些100日圓店、藥妝那些食屍 你說現在下來冷不冷呢?有一點點良意的 但是剛才一上車都是開了暖氣的 大家要注意的,日本很多地方都會開了暖氣的 所以你要帶足夠的護膚、防護 特別是女士們 因為好像我們的炸雞一樣 要上皮、茶都倒塌 真的很開心去找食 薩那間就進來商場 看看有什麼食物 在日本找食物很容易,有什麼都會看 現在導遊領隊正在講解 他剛剛說給我們一個小時 在購物和找食物 真的要響他一聲 經常說放題放題 叫下放題是什麼字呢? 就是日本字 1200日圓 不是,500日圓 旁邊有990日圓 大家有什麼好心水 那我就做一間熱熱的食物 吃一下吧 我們先找一間食物 先坐下 紅葉推介 蠔和海鮮 我懶得到處找 有哪間就吃哪間 外星人說想吃拉麵 我們說好笑 拉麵在香港聽到都怕 到這裡吃拉麵 當然是吃豬扒 剛剛就點了一些食物 因為他時間 事實上就不太充裕 如果是一小時這樣算 如果說被人逛商場 或者吃完東西 兩個小時就比較好 但是我想他就 就回日本人的工作時間 或者司機 餐廳整體環境都是不錯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多人呢 就是頑固這裡 這麼多間餐廳 就是每間都不多人 今天就星期五 都叫做一個小周末 但是 都是這麼靜的 那我出來玩 我拍這些影片 我從來都不會說 因為長 因為什麼什麼 因為什麼 那國內日本又 就去玩一下日本 日本人很禮貌 而且很守紀律 我心想現在比較差 如果二十幾三十年前 如果每個人來日本 紅綠燈 真是紅燈 一個人都不會過馬路 現在就可能 有些不同 真的好開心 第一個上場 不是茶壺 還有的 看看是不是很開心 1480日圓 好 來日本 第一餐 很期待 哇 日本食物 炸豬扒 是最期待 你再過兩天 什麼喪食的 看見你都害怕 第二個上場 就是 這個炸豬扒 明顯炸得漂亮 炸豬扒 它的主角 是椰菜絲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吃吉力豬扒 怎樣為之好吃 這個豬扒 很粉 這個 這個 試了兩天之後 好啊 怎樣說吉力豬扒 不敗之謎 肉漂亮 即炸即食 配合椰菜絲 椰菜絲 椰菜絲 有些柚子汁 做這個柚子汁 很棒 好啊 吃了這麼棒的吉力豬扒 這個醬汁 還有這個鹽 哇 做得很好吃 這樣做一下 吃到多少錢呢 3260日圓 吃完大滿足 出來看樣板 超級開心 更加開心 我永遠都不用煩賣單 那些 因為有外星人在 吃完就慢慢走 一百日圓 暫時還未找到 韓國食品 三百至五百日圓 好 唯起港幣 十五元 二十五元 差不多 因為剛才小弟 只顧著拍攝 我常常以為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不是 是有兩個小時 所以現在就 到處逛逛 去超市那裏看看 那麼 二百日圓 五百日圓 沒興趣 看看 日本的無印良品 我有沒有進去看 因為不是很多人 我不知道 現在日本 是否一定要規定戴口罩 一眼看下去 是沒有人 沒有戴口罩 大家都看到 十一月中 還未到 聖誕擺設 聖誕歌 已經在播 我記得以前來 買東西是有得可以集中退稅 但是 現在 剛才聽過導遊說 就是個別店舖 你買滿五千日圓後 就有得退稅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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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到超市門口 過來看這些 日本人對這些 一盒果子 甜品 擺設 包裝 真的很政治 全部都是獨立包裝 遊客的目標是什麼 超市 超市 看看香椒貴不貴 198日圓 都很划算 至於啤酒 香港便宜 還是日本便宜 沙那間 買了啤酒汽水 離開這個景點 這裡回酒店 5至10分鐘車程 都很近 我剛才買完東西出來 嘩 真的是 是手機 不是熱到手機 是冷到我手機 馬上再生氣 沙那間又來到 今晚進入酒店 成田 成田 家敦 酒店 一進來酒店 懷舊便回來了 也是充滿聖誕氣氛 更加棒 便有咖啡店 和漆仔 剛才不用在超市買 如果是這樣 房間便拿了 2117 哇 這麼快便到了 一進房 都是我 看看徒生路線圖 第一時間插了一張卡 相當高興 左手邊有衣櫃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說 我打算是機場酒店 一進房間便 一腳攬上床 連升降機都沒有位置 但是又不是 先賣光 看看洗手間 夢寐以求 一個洗屁股的座廁 更加開心 一個King Size的浴缸 你說開心不開心 然後也是充滿懷舊色彩的洗手盆 洗手間出來是水壩的位置 有雪櫃 擺行李的地方 這次安排了兩張單人床 還有兩張椅子 還有電視機櫃 你說這個多開心 酒店都是乾淨企理的 喜出望外就是說什麼 夠大 有些住日本酒店 一進去一腳就抱上床 連開業都沒有位置 一進房間 它是有點局促的 因為你們的習慣性 就會開熱一點 但這間房間一樣好 它有些調教 來到日本玩 還有些少少竅門和大家分享一下 遇到這間房間 如果有些局促有些熱 不要緊 淋睡的時候 放水在床頭 還有都是剛才那句 塗多些潤褲 塗到怎樣 看我炸雞那條片 不斷和它上皮 不斷淋 今晚未必有溫泉 但又有浴缸浸 所以相當開心 明天更開心 明天更開心 為甚麼呢 六點半早上 香港時間五點半早上 看看外星人幾點起床 我先洗個洗澡 明天起床 吃早餐 先和大家吹過 明天的行程 進去河口湖 記得留意收看 喜歡日本酒店的網友 按LIKE就升星 以前一進來酒店 它會有些有料收費機 甚麼有料收費機 明天再說 喜歡直視母子的網友 訂閱職人出去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 麻煩你加入頻道會員 繼續出去 今晚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耐心收看 明天見